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架直升机属于高雄空警队参与麻山大桥的河川消防演练 是希望发生溺水意外时能够快速救援 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被救援的对象 意外总共造成6人受伤而掉落系中的直升机在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救后 总算顺利脱离水面 五星文银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架在台南县消防演习发生坠吸意外的直升机 昨天晚间就已经被拖到了位在高雄市的国道警察局第五分队准备要进行维修了 那么现场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要请剧传议来告诉我们 传议 好的 今天中午在台南县真文西的消防演练当中发生坠落意外的直升机 是在刚刚呢大约是11点40分左右 由拖车将它拖运到空警队高雄分队 而目前呢这一架直升机呢已经停在空警队高雄分队的停机坪上 不过呢空警队必须要等法国制造厂商 派人来做进一步的鉴定造势的原因才能再做处理 所以目前呢并不能够了解到底这一架直升机是不是能够做维修复原的情况 那么在鉴定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必须要将部分的机体做拆解 来进一步的确定造势的原因 是不是像机长所说的是 启动机失去马力才会导致这起意外发生的情况 不过呢因为这件意外发生的空警队 包括台北台中高雄都整个将任务是处于暂时停止的状态 包括了救援以及交通的任务目前都暂时停止 因为呢像这样的同行的直升机呢空警队拥有12架 那么他们必须要整个任务暂停 对这12架的直升机呢做特殊的检查 而这项特殊检查呢还是要由法国的制造厂商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目前呢这一架直升机虽然是已经回到了空警队高雄分队的停机坪 但是还要等法国的制造厂商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 以上就是在空警队高雄分队的情况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的谢谢传一 这是有关于直升机在晚间开始进行维修的状况 那么至于在至少意外当中的伤患又是如何 我们也要带你来看看 台南县政府举办的这个河川的消防演练 传出空警队的直升机坠落 结果是造成有6人的轻重伤 而在这个机上人员大部分是自己游出水面 伤势轻微 只有副驾驶他是伤势比较严重 林荣达他因为被卡住一度溺水 送医之后他还呈现了意识昏迷的状况 林荣达他因为坐在直升机的左前方 在飞机机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